我大学开始练体操 希望能有机会去争夺冠军 站得很稳 又是一个满分十分 一个人在怎么努力 怎么坚强 怎么伟大 怎么强大 还是很热笑 我不能放弃 有时候放弃一辈子的朋友 先让我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今天看到您的感觉 岁月不绕 真的很紧张地 答应了这个表情 李老师准备了演讲稿 准备了三年 品味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聚会 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健康因酒 唱导者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 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奖了 我是主持人 萨贝宁 欢迎各位 在开奖的这个奖台上 迄今为止 出现了两位王子 一个是英国的威廉王子 而今天将要出现的是第二位王子 但是在他的王子之前 有一个前缀 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开奖嘉宾 我们心目中的体操王子 李宁先生 大家好 谢谢各位 谢谢 大家请坐 我都不知道这个话说出来 合适不合适 今天看到您的感觉 岁月不饶人 是不是年轻呢 还是会比较辛苦 还操劳 还好 谈不上操劳 做事嘛 有活干 总比没活干要好 刚才您一进来的时候 现场的年轻人都激动得不得了 其实你们很多人 没有真正的见到体操王子 这四个字诞生的那一年 那个盛况 但是我是有幸见证过的 1984年的时候 我八岁 多么了 我不像一个40岁的人吗 当时是洛杉矶奥运会 体操王子四个字 当时在所有的媒体上面出现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迎来了中国体操的黄金时代 你们90后出生的孩子 我想有必要给你们补上这一刻 请看大屏幕 我麻烦今天那些小先生们 套天战 让推上路了 现在要看他的结束动作了 团身空翻两周 站得很稳 漂亮的托马斯拳选加转体 环上环下 难度大 银排新 内行拳动作场 姿势优美 完成了干净利策 当时您的那个自由体操的那套动作 是拿了十分 那时候满分的十分吧 对 所以那时候我三个项目 这三个金牌都是拿满分 拿了冠军 我是北京体操队的一名教练 我可以在这儿向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以李宁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 在当今的高水平运动员里边 还在使用当中 等于他当时的那个年代嘛 已经超越领先了其他选手们三十年 所以说他没有理由不成为冠军 没有理由不成为体操王子 很感谢我们师兄弟 对我的这个夸奖 事实上我都属于淘汰一组 所以就很担心你说现在体操 我这搞不懂 但是今天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可能很多人熟悉李宁先生 是因为您后来在商界的成功 和您的产品 从运动员的辉煌生涯 到商界的起起伏伏 您的故事太多了 今天这个讲台是属于您的 我们掌声有请李宁先生开讲 好 谢谢 有点紧张啊 确实有点紧张 这个不知道会讲什么 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 而且面对这么多年轻人 虽然我经历了很多 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 我父母是老师 但是我从来没给人讲过课 所以真的很紧张地 答应了这个邀请 今天近来都看到这么多年轻人 这也让我感觉 这个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我八岁开始 像个小朋友这么小的 开始练体操 希望能有机会 去到这个世界赛场上 能够为国争光 能够去争夺冠军 这是我的梦想 变了十年之后 十八岁我终于到了国家队 那时候我们出国比赛很少 所以那时候 81年 我被选到国家队 作为主力去参加 在莫斯科 举行的这个世界紧张赛 满而信心地跟着队伍 到了莫斯科 可是很不巧的时候 在我赛台训练的时候 一个跳马动作 落地的时候 踩到垫子边上 把脚崴了 整个脚浴血 就从脚腕黑到快接近膝盖了 就全变紫色 那那个时候距离比赛 还有三天 教练员和代表团 领导就看了这样一个状况 就准备要后补就上了 那李宁就携菜了 但是我心都凉了 晚上睡不着觉 第一天晚上 是真的很难受 很想不通 我到底是要放弃 就算了 还是要去争取 我真的差不多 那个晚上 一直到快六点钟 五点多都没睡着 其实我是很烂睡的人 但那是我人生当中 唯一一次这样 这个睡不着觉 后来我早上 我就自己就爬起来 我就想我不能放弃 因为我一放弃 我就感觉我的教练 就站在我的面前 从小带着我 我就想起我过去 曾经为之奋斗的这些 所付出的努力 可能就不知道去哪去 那我就跟那个大夫就说 你只要让我有感觉 我就能上场 你让我能感觉 我就一定能翻更多 那我就开始 进行这个肌肉感觉训练 站立不起来的时候 我就躺在床上 用脚顶那个床板 再试着往下站 一天以后 我就可以站着 站着这样慢慢拖着走 两天以后 我就可以两只脚 站着这样可以 这样跳 那因为要提前24小时报名 那个时候中国队是第一次 要去争取团体进入前三名 所以压力也非常大 教练 代表团就要决定 师傅让我上场 要在他们面前表现一次 就让我去那打一个厕所翻 那时候厕所翻 我一个脚还站立不住 就必须靠两个脚 我就在那种情况下 强行地给自己打了一个厕所翻 给他们看 而且我跟他们说 只要给我24小时 我一定能够跟原来一样生猛 其实是有点点 有点点吹牛啊 但是当时的状态就是这样 不想放弃 就是要坚持要上 只要给我上 我一定不负众望 所以当时的代表团 整个队就开了一个会 决定让我上 那时候后来我就拿了一个 大概是塑料做的一个 护脚的一个刑具 把整个脚就绑住 哇 这个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因为如果靠我自己去用力 这肌肉毕竟受伤了 用不出力 但是这一绑住固定 就可以带着走 这脚是既不能够升值 也不能弯太多 就这样 我就完成了六个项目 所有的比赛 而且基本没减难度 也就是说 因为我的参与 我们最终赢了东德 0.15分 我们中国第一次团体 升起了国企 在这个世界里面 经过这件事之后 我认为很多事情 是要贵在坚持 重要在于你自己 是否认定了这个目标 认定自己要去追求 只要你坚持追求你的梦想 一切就有可能 这就是我18岁的一个 如何战胜自身困难的一个经历 或者大家也许有兴趣 想听听这个 08年奥运会点火的这一个 08年奥运会 对整个国家来讲 是非常重要 点火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 要表现这个国家 这个群体的精神 我第一天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进到秒巢 一看 哇 这么高 大概四五十米 一根绳子这样 把你一个人这样吊起来 我很恐怖 虽然我是练体操的 其实我是很有那个恐高症 我站高一点 我手马上就出汗 这个发凉 结果刚掉到了七八秒 我说下来下来下来 我这个紧张 那我就回去就想这个问题 我到底要不要去 接受这个挑战 如果做不好 做不成功 那就辜负了这一个机会 那我考虑之后 我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我要去做的 其实是追求 中国人的一个梦 一个崛起的梦 所以我自己 下定决心 去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每天差不多 差不多十二点以后开始训练 我是从最基本的 从地面开始 怎么样身体控制 想站起来站直 想弯下去 得斜弯下去 整个身体控制 要我去训练 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去 走一圈的时候 什么也没做 抓着 我下来的时候 我全身的衣服全湿了 给吓出了汗 一声的汗 之后加上一个火炬 我第一次 人都什么都做好了 结果拿到火炬 一拿蹦 我人倒过来了 这个人 那个火炬 就是一个公斤多重 人就倒下去了 它因为平衡点 非常细 要两个细绳子 最后 在四百多米 这样一个漫步过程当中 这手怎么拿得动火炬 拿不动 怎么样固定支撑它 我们为此 我要去跟这个甲脂厂 去联系 然后怎么让我的手支撑 整个甲脂全部做完 做完以后 没有用 只用了这一块 这一节用不到 这一节又怎么办 所以每一天每一天 都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去完成 从地面到半空 到高空 到跑拳 一直到最后 这个确定 能把火点着 整个小组 包括特技的导演 在一起工作 整整一个月 所以这个过程 还是非常非常难度 每一点都不能出差 我差不多一个月下来 我受了十斤 而且整个任务完成之后 我的腰也就因此就犯了 我的椎筋盘突出 就被引发出来了 所以我09年 第二年我就动了个手术 当然不管怎么样 这个过程 我一直坚持下来了 在最后 这个画面出来 还是非常震撼 证明 张一文导演 也是非常成功 我一直坚持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当时结束之后下来 火剧团队的很多人都哭了 终于完成了这一个完美的表现 所以大家付出了很多 其实体育本身来讲 能带给大家的不仅是一个冠军 或者成功或者失败 重要是这个过程 使得你的勇气 胆破 坚定 坚持的精神 追求的这种动力 不放弃的想法 全部在这个过程当中 获得一种训练 我十几年的体肇训练 即便是不再做体育专业的工作 在今天这个生意场上也好 这些素质都给我带来 很大的一种帮助 让我能够知道 面对困难应该是怎么样 面对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知道要寻找下个目标是什么 其实我最初在做这个李宁牌的时候 我也只希望我们这个体育的基因 运动员的基因 能够注入到我未来的事业当中 那时候我也 因为刚开始我也是二十五六岁 也是年轻人 反正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有自己的梦想 我就自己去追求 所以当时我记得 我第一次订货会的时候 跟他们讲我的理念 讲我的产品 结果很多人都对我很赞赏 好好加油小小子 不错 好想法 结果大家吃安饭也就拜拜了 没有什么人订货 打击非常大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产品 都已经投入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就决定 我说我们自己来做 我们自己的一个销售渠道 在正好赶上亚音会之前 我们在北京开了第一家李宁的店 之后我们就开始有第二家店 第三家店 之后我们就有了几千家店 最初的一步是很难买出的 但只要你自己认可 你一定要坚持 不要轻易放弃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有什么 有时候放弃一辈子都没有了 如果没放弃 继续往前 很多很多好事后面都跟着你来 所以每个年轻人 只要你坚持追求你的梦想 一切就有可能 很多都不好 希望给大家一些 一些启发 但是每个人 每个人都在自己精彩的人生 自己的道路自己走 谢谢各位 各位请坐 品味中国敬酒 流眼泪 是因为我爸在旁边说了一句话 说李宁感觉像跑了五千年 真的 我觉得那个画面 是会被世界的奥林匹克历史 永远记住的一个画面 在您演讲的过程中 现场很多观众写了小纸条的问题 当然我看到今天有好多孩子 是吧 你们是不是也有人写小纸条了 对 我一看就知道是你们写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全是拼音 好 我问到的是谁的问题 谁就站起来 好不好 张瑞昕是谁啊 好 你站起来了吗 你怎么站起来 感觉也像坐着的一样呢 你看啊 他问您的问题相当专业 我估计您答不上来 奥运会是从哪年开始 这太专业了 现在奥运会 应该是1896年吧 是吗 富白蛋 胖利的现代奥运会 第一届是1896年 我刚刚查了肯定没出 1896年 大概是 瑞昕 你是在练体操吗 是 疼不疼 练体操疼不疼 压腿啊什么的疼不疼 疼是要有点疼的 你哭过吗 你哭过吗 没哭过 谁哭过的举手 您小时候也 我爱哭的 我小时候最怕压腿 我不信你们那里一个哭的都没有 有没有哭过的 一个男生举着手还在举着自己 这儿有 这儿有 你怎么那么骄傲 你哭过 好 佩月跟上 几天哭一回 三天 那你一天 一年要哭一百多回 最近一次哭是大概什么时候 上周天 怎么回事 要压腿 那次就舍不了了 就哭了一次 压腿的时候就哭了 跟我一样压腿就哭了 你哭吗 男儿有泪 不轻弹 要弹 你别当着别人的面弹 好不好 能不能做到 好 好啥 不许下周还得哭 我没猜错的话 您跟体操也有关系 是的 这是谁啊 他是我 你是这帮孩子们心目中的男神 对 他们就是我 你还对 对 他们就是我 这帮孩子既可爱又调皮 的确如此 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欢迎李老师 您是哪个学校 我是中关村第四小学 就是普通的这种小学校 对 目前北京只有我们一所小学里有体操项目 而且我们的项目 体操项目是我们一二年级的必修课 挺好 终于看到学校也有体操课 学校一直都有体操课呀 不是 应该有段时间 你说天天做广播体操啊 那不就是体操吗 我们这个体操呢 是通过竞技体操 竞技体操 然后把难度降低 然后增强它的这个趣味性 其实我退役以后 我第一个梦想 就是要做一个体操学校 92年的时候 我在佛山就建了李林体操学校 希望来参加体操训练的孩子 是快乐和开心的 而不是为了简单说 以后要成为世界冠军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世界冠军 体操只是它学习生活成长的一部分 不是它全部 整个中国社会 要对体育有一个 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就体育不是简单的一个竞赛 体育它是一个按顾白蛋讲的 体育是个教育 而且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 每一个跟斗 每一个后软翻 倒立的过程当中 给它带来的那种快乐 这就够了 其实我觉得孩子们 怎么才能上个快乐的课 我觉得他们看见你 肯定都特开心 就种种的 他长得种种的那个样子 所以跟孩子们 肯定能够玩得特别开心 离开以后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谢谢 我是一个非专业的 艺术底操运动员 然后我看过那个李宁老师 就是88年 在汉城奥运会上 从吊环和跳马上 失误下来的那个视频 然后当时就是您下来之后 脸上是就能看出来笑了一下 可能背后就是观众们 看见您笑那一下 有很多就是说骂您啊 就那些行为 但其实笑里面 我就是看出来挺心痛的 就是挺想哭的 其实88年 汉城奥运会的失误 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一生的记忆 你们可能也没有印象 88年那个画面 我们准备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在这放的话 您不会 不会 可以 让年轻人看一下 其实这个失误的过程 失败的过程 是让自己长大成熟的过程 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 当时您的脚是挂着 挂着 勾了一下挂着 挂着环上了 惨不忍睹 没有站稳 其实笑是我自己的一个 个人的习惯 就是性格的 无论是多大压力 成功失败 我差不多都是这个表情 而且在竞技赛场上 我觉得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有时候就是谋事在人 诚事在天 然后我也参加过 就是一些比赛 在有一次集体比赛上 最后就是一秒钟吧 那个结尾动作 我的球掉了 然后我们五个人 本身应该是第一的 然后变成了第二 他们没有说表面说 哎呀你怎么失误了 但是能看出来 他们的眼神和表情 就是挺埋怨我的 然后我跟您的那个 关注度相比 肯定差很远 您在背负着全国 或者全世界的那个众望 当时失误了 然后您心理上 当时是怎么走出来的 因为我直到现在 就是说再让我上场 我可能还是觉得 挺害怕的 挺后悔的 就是那个 当时对那个感觉 就是走不掉了 虽然我那时候失败 我自己也痛苦 因为我的失误 前三名都没进去 是个很痛苦 到后台的时候 我们我记得 我们全队都在后面 痛哭了一场 虽然是大小伙子 但是也痛哭了 别人骂我 我觉得也很正常 像别人 我成功的时候 别人赞扬我一样 然后只要我自己面对 我就不会 这个 被卷进这个漩涡里 其实我汉城 这个奥运会 大概结束两个月 三个月之后 我就开始新的追求了 所以我真的在想 当你如果真的经历 这样的起伏的时候 有多少人能承受得了 你别说运动员 我们主持人有的时候 就我们在春晚直播的时候 因为春晚直播之前 我们要做七次彩排 然后今年就是 我有一句话 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头两次彩排的时候 我总说错 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不行了 这时候你手脚发凉 头皮发麻 你是在一种 毫无知觉的状态下 把自己这句话说出去 至于对不对 你完全不知道 就是那种状态 就不断地调整 不断调整 七次的彩排 一直到最后直播那天晚上 还多多少少 有一点点那种 阴影 就生怕万一说错怎么办 万一说错怎么办 是吧 毕竟你们那是不能错 我们是 是不想错 可是她错了就错了 那怎么办呢 但是就是这种心态 我觉得这个姑娘 现在你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现在还参加比赛吗 就是有小型的比赛 其实没事 体育比赛似乎是正常 希望你 不管是作为运动员 还是未来 可能从事其他的职业 这个阴影 尽快地消散 谢谢 心态 心态 三哥好 李宁先生你好 我是一个很喜欢 运动装备收藏的一个人 今天我也拿来了一双 是我近期非常喜欢的 当然我要首先强调是 我可是没有打折 真金白银的 自己买了一双 这个是韦德 去年中国行的时候 发售的一双 粉色的配色战靴 他带给我这样一个 颜值不高的男生 在街头很多的回头旅 其实我想说的是 对于我来说 我经常家里面收藏很多 一旦我发现 有一些不合适的时候 我可以拿来变现 但是如果我拿的是一个 国外知名品牌的球鞋 我可能一千块买的 我可以卖出三千 最差我也可以卖到 八百或者九百 但是这双鞋 让我心里很痛 在我的二手的 这个互联网的留言下面 全部是一百 五十 两百 然后你知道 对于我们 有一个小船 已经翻了四五次了 对于Snaker来说 品牌愿意讲故事 我们也愿意讲故事 我告诉他 这双球鞋的历史 和它带给我们 不一样的科技的改变 然后那边说 你以为你拿的是什么 你拿的是李宁 它就是再明星产品 我告诉你 它也就是一百 它也就是两百 当时对于我们 这些收藏者来说 我们觉得受到了侮辱 这种侮辱是带的 至于我们这么多年 一个爱好信仰的侮辱 我们遭到了一种 不公平的对待 我觉得中国人 从洋的心里 恐怕不是一代人 两代人可以改变的 它需要时间 逐步逐步地 让国人变成一个自信 其实在早年的时候 日本的产品也是一样 日本的产品 在欧美也都是倾销产品 对 都是很价格的 价格很低廉 一直到有一天 突然发现 当它离不开了 日本制造产品之后 日本产品身交又上来了 事实上 日本在产品的研发方面 设计应用方面 是非常成功 那离得更近的 就韩国 其实韩国崛起就更晚了 那东西也是同样经历过 自己看不起自己 当然韩国有点好 比较强势的自我鼓励 那时候我80年代去韩国的时候 基本上看不到外国汽车 但是中国 恰恰正常是颠倒过来 你现在可以到南京路去走一走 你几乎找不到中国品牌 不是中国品牌不去 是因为去了没人买 所以从这个外国货 填充到中国市场 带动了中国这个消费品的生产能力 和市场运营能力之后 怎么样足够改到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自己的研发能力 能够获得国人的消费的认可 这需要一个实践过程 其实在您的职场生涯当中 您也面对过傲慢与偏见 您怎么样去看待傲慢与偏见 您又怎么样去处理傲慢与偏见 我觉得不在乎别人 在乎自己 作为一个企业 作为一个品牌 重要的不是说 通过大家对国产品牌的一个支持 来获得发展 更重要是 作为一个真正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我觉得这对于李宁公司来讲 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给你这样一个购买的理由 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 从设计上或者功能上 满足你的这个需求 从现在我们的篮球鞋 还是很受欢迎的 我们的设计还是很独创的 其实这些都出自我们中国人 年轻人的手上 所以重要是多给我们建议 应该怎么让我们产品 做得更加出色 就一个国产品牌 如果是靠感情牌 就让大家都来支持我们吧 这样扶持起来的 总让人觉得 对 压力会很大 毕竟这个人们对产品的消费 还是有一些追求 对 它是要用质量设计和功能 征服你们 谢谢 张超凡 李宁哥好 小夏哥好 我也是一个爱好体育的人 我七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速滑 您刚才说到说您有孔刀症 以前并不是对里面最优秀的那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我是对里面最渺小的 而且是那个最没有可能性的那个人 因为我先天没有左手 就是平衡 包括是那种支撑对我来说 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此次我们那个又黑又瘦又小的那个就是我 你小时候像个男孩一样 很漂亮 你这PS的挺厉害的 对 小时候就这样 当时我可以有机会参加我们省里的速滑比赛 那个时候有一个组别是叫特殊组别 就是身体上有一些困难的孩子 可以参加那个组别 但是我当时就很任性地跟我们教练说 说教练你千万别给我报那个组别 我想像正常孩子一样去比赛 然后当时我们教练在犹豫 我跟奶奶说了一句话 我说奶奶你能给我做一个那个甲汁吗 然后我奶奶当时连夜地 给我缝了一个棉手闷子 大概有就是半个手臂那么长 直接给我套在了我的左手上 然后缠了几圈线 我当时就是很开心地 就是在冰上那么滑翔 最后真的很幸福 中间有人失误有人摔倒了 我一直都很稳很稳地 滑完了我的那几圈速滑 当时我成为了第一名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敢去想象 我的教练 我头一回看到他哭 就是在我拿到奖牌 然后摘下假手套的那一瞬间 我看到他哭了 我平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严厉很严厉 甚至有一点像魔鬼一样的人 但是我从来不恨他 因为这样的一个把我当成正常孩子 甚至超常孩子来训练的一个教练 我一直都很感恩他 我相信您的训练中一定有过这样的人 给过您一丝丝的鼓励或者是温暖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的故事吗 这个首先非常高兴 能看到你是这样一个健康的身心 很棒 这个非常非常祝贺你 像你一样 你有一个很感激的教练 我有两个这样的教练 我八岁刚刚训练的时候 那时候文革后期 我是离开家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从柳州去到南宁 那在那里我跟那个教练待了九年 我教练说得很可爱的那种 不太轻易骂人 也不太容易罚人 最大的对我惩罚是说 今天不要练了 马上不能不让我练了 然后我那时候调皮 中国人喜欢睡中午觉 强制性睡中午觉 我又不喜欢睡中午觉 跑去玩 跑去玩 影响别的队员 结果人家提意见 那我教练怎么对待我 他自己搬一个 搬他的那个席子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南方很热 也没有空调那时候 拿席子跟我打第一扑 陪我睡中午觉 那我就是这样的教练员 就是说除了技术上 对我要求帮我一起来 画一个梦想 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冠军 同时生活上 日常的这种教育 又能够给我感觉 很多父爱的这种关在里面 后来到了国家队 我的教练张健 但我到他手上的时候 已经17岁 所以他骂同飞 因为从小到大 他骂的也是骂的比较狠 但是对我从来就没骂过 就88年在您失误之后 您下来之后 您还记得当时教练 还是很理解 这个成功失败都是很理解 所以更多的这些教练和这个家人 还有些朋友 给我很多安慰 我想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社会 还是需要人的帮助 毕竟一个人再怎么努力 怎么坚强 怎么伟大 怎么强大 还是很弱小 所以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 让我想到了当时 我的教练对我说的那句话 无论学体育也好 还是做别的事情也好 一定要大爱之心做事 感恩之心做人 我觉得通过体育带给我的 更多的是一份快乐 虽然是我现在已经 并不从事体育的这个行业 但是我一直在挑战自己 我不仅挑战了肃华 后来我还挑战了游泳 所以说我觉得感谢体育 带给我的一切 也感谢李宁哥带给我的一切 对了 对了 超凡你在讲刚才那故事的时候 我脑海里有这么一句话 当然我觉得这是用来安慰人的 不过我今天觉得是有道理的 就是老天爷有的时候 特别眷顾一个人的时候 生怕他在茫茫人海中 混同于其他人 所以老天爷会在这个人身上 留下一个特殊的记号 你就是那个特别被上天眷顾的人 我是最幸福的人 最幸福 下一位 马子英 您一定不记得他了 是吧 但是也不一定 但是我记得您就行了 就是我也是来自北京大学 中文系的 可以算是学妹 学侄女 然后 侄女 两年前的时候呢 我负责一个学校的运动达人的一个活动 当时为了找赞助 然后不夸张地说 我们大概发了四十多条短信吧 给企业的老板 然后给学校的校友 但是基本上没有回应 就在我们都快要放弃的时候 有一个人回复我们 他说我会让同事跟您联系 然后这个人就是您 您一定不记得这条短信了 其实到现在我都留着这个短信的截屏 然后 我看一看 就是不停地换手机 不停地把这个截屏录存到新的手机里 您当时就没考虑 这会是个电信诈骗吗 所以我让同事跟他联系 还有走过路过的同事 非常效应 影响力很大 我们希望获得您的支持 并在北京大学 这是什么时候 2013年的时候 2013年 十月份的事 对 还真是 非常的感谢您 那个时候愿意去帮助我们一个学生 或者说 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艰苦的时候 对 我刚开始转型的时候 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您 但是呢 我也非常的理解那些 没有回复我们的人 因为其实在学校里做这样的活动 是不太能够带来很多商业价值 或者说这个利益回报 基本上算公益活动 对对对 但是您却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当然这是坚持自己的初心 它也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年 李宁这个品牌 它也有迎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亏损 现在您好不容易地把这个企业 带回了一个上升的阶段 您会不会觉得 有些害怕再像以前那样做事了 就是不以赚钱为目的地去做企业 年轻人现在没良心啊 问问题都是 我们当时发了40多条短信 只有您一个人回复了 难道您就不会拒绝吗 人生出于好奇吗 这个首先要澄清一点 做企业它必须以盈利为目的 不盈利企业是活不下去 而且企业也没有价值的 但是赚钱不是我唯一的一个目的 我们的企业是因我而生 而我又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运动经历 所以我希望这种体育的精神 能够在这个企业里面延续 能够融入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当中 贡献我这方面的价值 作为一个本土的一个体育公司 它必须应该是要跟中国 跟这个本土的体育 要更紧密地在一起 它才会有生命力 即便今天是很困难 可是仍然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参与 如果我们没有体育的融合参与 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篮球鞋的 篮球产品的这一种出色 也不会有我们羽毛球 这个产品的这些出色 跑步产品的出色 但是你还要考虑 你是怎么赚钱 你怎么样能创造一个商业的价值 我们是在两个任务当中去发展 但今天我也非常愉快地告诉你 我们也基本找到了 重新盈利增长的这个方法 然后就是刚才在看视频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次看 就是李宁先生年轻的时候 特别仔细地看 就是有颜值 然后有肌肉 又有笑容 就是这么一个英俊的人 他也会有时间流逝 然后慢慢变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但是你的心态 什么什么意思 心态特别地好 干什么你啊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提供的 跟着敬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就是刚才在看视频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次看 就是李宁先生年轻的时候 有颜值 然后有肌肉 又有笑容 在现在一个年轻人 可能非常关注自己颜值 然后关注个人形象的 这么一个年代 怎么样去保持一种 良好的心态 去面对自己的 慢慢的老去 我想听听您 您这个心态好 然后又这么成功的 这我已经很老了 李老师 您是不是特别后悔 当年回复他的短信 对 就要第一次的时候 会不会看 哎呀我以前是一个 那么英俊的小伙子 不要拿小姑娘的眼光 来看男人 小女生就只会看到 当年的肌肉啊 笑容啊 颜值啊 皮儿白细嫩的 不是 男人是越老越值钱 对啊 就怎么做到的 男人的经验 他的气度 他对人世间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其实这个 我这个很不幸 就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 你看看那照片的时候 我在队里也找不到我了 因为在我前面 站了颜值更高 更雄伟的 像什么铜飞啊 李小平啊 黄玉斌啊 他们就更加帅 一个跟一个帅 所以轮不到我 那我就一直这样快乐地生活 太谦虚了 太谦虚了 这句话太经典了 我觉得这句话 网上马上就会流行起来 就当塑尽了自己所有的艰辛之后 最后一句话是 于是我就这样快乐地生活 太好了 心态是第一位了 我们今天分享了李老师那么多视频 那么多图片 最后我跟您分享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 您刻着我青春的记忆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将有机会获得 由健康饮酒倡导者 中国敬酒提供的 跟着敬酒去旅行活动 免费出行名额 我跟您分享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 您刻着我青春的记忆 1994年 我刚上北京大学 这身红色的校服 就是李宁运动服 这个服装当年 还是红变全中国 红变北大 我准备 什么时候 准备出一个 这个 怀旧版 对 怀旧版 001 001 这是你们出的第一套运动服吗 第一套运动服 1994年 我18岁 带着人生所有的梦想 来到北京 上了大学 当然今天 尽管我40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 青春离开过我的身边 就像刚才 李宁大哥说的那样 心态 永远像朝阳一样 阳光灿烂 能够去争夺冠军 这是我的梦想 都要轻易放弃 有时候放弃 一辈子都没有了 别人骂我 我觉得也很正常 像别人 我成功的时候 别人赞扬我一样 笑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成功时代 我差不多都是这个表示 竞技赛场上 乌乌也解决不要问 只要你坚持追求你的梦想 一切皆有可能 我真心的话 和开心的泪 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优优独者的就是仇用了 没有不懂 在求电脑ami 靠恢 yang安排 藏可以